5月20号起刷FreePath学生证往返高铁台冲站免费 最值得拥有的学生证只在技大 国立晋南国际大学29号上午 由校长武东新带领行政团队在县府一楼大厅办理 FreePath学生证达乘南投好行公车 免费往返高铁台冲站游会访问说明会 国立晋南国际大学它位于日月坛旅游轴线上面 也是这个轴线里面很重要的一个景点之一 每一年的印花季都吸引数十万游客来参访 那这一次国立晋南大学跟南投客运 推出了这个FreePath来免费让服务他们的学址 从高铁到学校免费是一项很好的 首开全国的一个先例 那台湾好行在学校上任之后 积极希望打造的是一个可以永续 然后可以符合它的这个观光首都移居城市这样目标 县府也开发南投好交游网 提供公车动态 景区旅游查询 路线查询 台湾好行查询 小黄公车切博资讯以及网路订票等一化服务 让民众出油乘车更轻松 另外也推出南投好行游游卡 只要550元就可以搭乘台湾好行畅游 南投三天两夜 上下车不限次数相当超值便利 我们这次FreePass的特点就是运用台湾好行日月弹线 然后能够让学生凭着学生证 不管是从高铁台中站 或者是从技大的这个学人会馆站 都可以自由的免费搭乘 那我们希望说 尤其是特别是礼拜一早上的加班车 还有礼拜五班晚的加班车 能够让学生来学校 也跟这个回家都有一个非常舒适的 这个交通往访的这样的安排 那代表学校照顾学生 就是学校透过这次的方案 让学生可以在台中高铁到学校 到济南大学能够畅行无阻 那我想这对学生来说 是一个非常好的政策 那我们也期待就是未来学生能够利用 除了上下学的通勤 那也可以利用这个方案 然后再利用休假期间 就是到台中进行游玩 武东兴校长指出 这项措施正好呼应了南投县长许舒华 提出的完善运输系统 强化转运工程交通政策 基达愿意一起为南投县对外的交通连结 奉献一己之力 同时台湾考型的日月潭县 是旅游热县 学校有感于学生 搭车往返于学校 和台中高铁站之间 经常碰到很多前往日月潭的游客 而搭不上车 因此特别商请南投客运 以驾开办车的方式 来服务更多的技打学生 记者黄聪林 南投市采访报导